泰鲁格国家公园管理处 以森林生态和生物多样性为主题的 生态纪录片 升进泰鲁格 泰鲁格森林生态纪时 报名参加了第53届 美国休斯顿国际影展 传来了好消息 在众多参赛者中脱颖而出 荣获了纪录片类别 最高荣誉的白金奖肯定 而这项奖 每年都吸引了世界各国 数千部各类型的影片 参载角逐 升进泰鲁格获奖不仅是肯定 也是对泰鲁格丰富的 森林生态体系 给了最佳的行销机会 森林泰鲁格 是泰鲁格国家公园管理处委托导演 邀东坤拍摄制作完成 片中透过泰鲁格族 彼得洛乌嘎山林生活经验 与观察的带领 进入探索泰鲁格国家公园的森林 布局呈现泰鲁格森林的丰富多样 泰鲁格国家公园大部分的面积都被原生森林覆盖着 涵盖从低海拔到高海拔的森林生态系 又受到山高古生地形影响 更拥有许多珍贵稀有并且特有的物种 邀东坤导演用了大约三年的时间完成这部影片 而长时间在山林野地的拍摄过程当中 他记录到许多珍贵的画面 是以泰鲁格国家公园生态系作为 记录的一个影片 我们很高兴能够得到休斯顿云长的肯定 我们期待这部影片能够让全世界民众更深刻体验到 泰鲁格国家公园的生态之美 这部影片是导演廖东坤用三年的时间所拍摄完成的 在这部影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大型猛禽类林彪的一个 寒远后代的一个行为 还有行踪隐秘难得一见的射箱猫的一个珍贵画面 另外我们可以从这部影片看到泰鲁格族 他们一个生态智慧跟生态保护的一个观念 廖东坤导演用了大约三年的时间完成这部影片 而长时间在山林野地的拍摄过程当中 他记录到许多珍贵的画面 他表示泰鲁格国家公园森林生态的丰富超乎了我们的想象 森林中仍有许多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 泰鲁格国家公园管理处邮登梁处长说 这部影片打开我们的视野 带领我们看见许多森林中真实的样貌 也凸显国家公园大面积生物多样性保育的重要性 据者林杰受人相采访报道